咱女嘉宾您可以说一说 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经历了怎样一段心路历程 个人援引造成的也不怪咱千夫 因为我毕竟还不是一个 甚至优秀的家庭妇女 我得感谢我的母亲 可能在我这一生中 一直伴随我 也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她都替我做了 所以也造成了我现在这种状态 您母亲在您的家里边 帮您照顾孩子 照顾丈夫 洗衣服 做饭 不是 作为女同志不会做饭 那不就笑我一样吗 我们阿姨的贤夫 其实经常抱怨阿姨 总是不着急啊 因为那个时候阿姨还是比较 你干嘛去了不着急啊 七早贪黑的 年轻的时候还是很忙碌的吧 忙什么呢 可能经常要到各个厂家进货 那您赚钱这个事 是不是应该跟您老公俩一起 商量着来 他在干什么 他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他有他的工作 是事业还是游戏人生 他们上事业 包括我也一样 但是我完全就是有一种感觉 他俩的生活轨迹 完全是两条脱离轨道的两个轨道了 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是坐汽车飞舰的 您前夫呢 他也就在单位上班 在一般单位上班 那两人沟通不了 是吗 是的 我一天说的话 他可能一年半轨才能说完 不愿意说话 我特别好奇一点 就是您爱人 他如果是对你有意见的话 你为什么就不改变下你的方式呢 比如说放弃这个工作 回归到家庭 我要想在城市里生存 我就得靠我自己的努力 靠我不能放弃 我生活的基本条件 我不去劳动就没有钱 就没有养家 就没有给孩子交学费的东西 其实说我放弃了工作 我去